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啊 就是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的这些孩子们 是越来越多 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了呢 心理学博士的一个老师那边 我就听到了 他呢就是在近期啊 他因当地教育局的一个邀请呢 在当地开了一场家庭教育的指导会 邀请了很多呢 初中还有高中的一些班女士老师去听 当时他现场呢就做了一个调查 如果你们班里边有这样滑手腕的 这样的一些现象的 这个孩子们的啊 这个老师们举个手 几乎百分之百全部都举手了 大部分初中啊或者说 这个甚至高中的一些 这个这个班级里边 都有这样一些有心理问题的一些孩子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我认为有两个大的环境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是原生态家庭 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 就是原生态家庭的这样一个枷锁 我举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大家可能一目了然了 就是我昨天的时候 从我们头条上看到了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啊 就让我特别的触目惊心 就是有一个妈妈 然后呢给一个孩子报了一个游泳课 但是那个孩子呢 他怕水就是不下水 但是那个妈妈呢 可能是可出约 我因为给你报了名了 你不能浪费钱呀 或者说其他的 我看评论区也有人说 这个游泳就是一个逼逼技能啊 那必须要学会 要我也这样做 但是我看到那样一个场景 太触目惊心了 就那个妈妈推着那个孩子 踢着那个孩子 摁着那个孩子 必须要游泳 我特别理解那个孩子 当时的那种恐惧 这妈妈正要谋杀嘛 如果本身就怕水 然后你还死逼着 他真的惨无人道 根本就没有人性 但是呢 很多个家庭救孩子 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当中 就是被父母的压抑 捆绑 束缚 强制 这样长大的 每一个人多多稍稍 都有各方面 这样或那样那些 原生的家庭的一些 这样一些伤害 但是像这么典型的啊 我觉得还不多见啊 真的是 我觉得就有变相的一种谋杀呀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怕的东西 可能怕的这个东西 各种原因 看到一个死老鼠这件 我都吓得不行 赶紧离得远一点 那本身对那个东西恐惧 你还故意要去拿那个东西压制它 那直接是缺乏人性的 但是大部分家庭的 这些个普通家庭的一些家长 他不懂家庭救援 他就是 为了一定让你怎么办 然后呢 强制要求孩子 必须要去做到什么东西 对孩子的心理的一个创伤啊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是家庭环境 其次一个环境就是救援环境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越来越内卷的一个救援环境 导致我们初中和高中的孩子 需求压力特别大 初中的很多孩子 基本上科业压力就非常大 很多就是睡眠严重不足的 到了高中就更不用讲了 高中现在呢 什么状况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全国我估计 应该基本上都是一体化的一个形式 就是很多高中生啊 上学期间 特别是午饭啊 必须要靠跑着去抢的 如果你跑得慢 可能就吃不上 然后呢 中午的时候 孩子在上学的一个阶段 都不太敢喝水的 为啥 因为你喝水多了 你就上厕所多 那可能就 没有办法正常上课 这时候可能一天啊 或者说好几天 都不一定能够上个大便 这是很正常的 再一个就是说是 孩子的这个晚上啊 科业压力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 大部分高中孩子都是要住校的 住校以后呢 晚自习都要上到10点左右 然后下到晚自习以后 回到宿舍里边 还得需要写作业 有些甚至要写到音量点 那就是很多高中的一个 严重超出他身体负荷的 这样一个 学习压力的这样一个 普遍环境 造成了 因为为什么孩子面称双重 生长环境的这样一个压力呢 因为在家庭当中 家长因为现在这个 就业压力越来越内卷啊 所以说出于孩子 学业的这样的一个焦虑 所以逼迫着孩子去成长 但是呢 不是孩子心甘情愿的 很多孩子也不知道 为什么家长一定要逼着我学 我就不想学 保住了很多孩子 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 严重的厌血啊 躺平和白烂 其次呢 在学校里呢 更是严重 因为现在学校里边 学校与学校之间 它是有些竞争的 然后呢 关于这个班主任老师呢 有各种的口评呢 学校里边也给孩子 很多这样的一些思想压力 所以 孩子能去的地方 无非就是家里和学校嘛 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待 道成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 心理问题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 更可悲的是什么呢 当所有的人对这种心理问题 他了解不多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是 在国家在支持家里教育 但是呢 很多的家长对这种 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这些孩子 他了解甚少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救这个孩子 帮助这个孩子 大部分都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不断地吃药 不断地住院 而现在就我的这个了解的话 因为我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好了 吃药可能会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越来越严重 但是呢 这个孩子反倒因为 就是家长对这个东西的不认可 或者不了解 初期可能只是心理问题 经过一些调整 他就能哄 因为不了解 反复地给他吃药 甚至成了真正的一个 精神类的一个病人 到最后再调整起来 就越来越难了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是希望家长对这个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本身已经在双重勾压的 一个环境当中长大了 我们对家庭教育呢 更加的重视 多去学一些 怎么样去正确教养孩子 这些方式方法 避免我们的孩子 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记得点赞关注哦